二 二 三 四 三 四 盛大的节目仪式 欢喜迎接蝴蝶昆虫特展 来到太平国中 各式各样的蝴蝶标本 不论本土还是世界名蝶都有 琳琅满目让人大开眼界 特别上台北去看了一趟 让我们非常的惊奇 哇 这么多这么多漂亮的蝴蝶 我们想如果有这个机会 把它带来中部 让我们的学生 让我们这个地区的学子 能够来看 那我想是一个很好的 生态教育的方式 所以我们就开始积极筹划 这样一个活动 这次校方从台北成功高中 昆虫博物馆商界二十架 一百箱的蝴蝶标本 让参观民众很惊艳 因为有别于一般的学术分类 这些昆虫箱都以情境式的方式来呈现 昆虫馆荣誉馆长陈维寿 也亲临现场推广生态 我也希望稍微靠近山区的学校 或者社团 稍微发一点心力 除了造林 种花草以外 选主要选对了哪些 推广的职务 就可以在那个小地方 进行的蝴蝶呼吁 然后这只叫长颈鹿巨桥 因为它的脚是很长的 长颈鹿巨桥 然后这只叫局配插脚 还有局 那这只呢 这只要 这只是幼虫 三饼虫 对盔甲舞是甲虫侃侃而谈 几乎考不到小小刀览员 因为从小到大我觉得昆虫就是很帅 它有那个脚 然后还打斗 对有增加很多姿势 像是就是一些斗类啊 然后翘青虫 就是还蛮多种的 像是刚刚看到的那个甲虫 我之前对甲虫很不了解 然后就由这次的活动 让我很了解甲虫的一些习性 了解更多不同的蝴蝶的习性啊 它们吃什么或者分布在哪里啊 像说有些都来自国外 或者是快绝肿之类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台湾的宽萎凤蝶 宽萎凤蝶它分布在台湾的高山 太平山 一千到两千之间 为了这次的蝴蝶昆虫展 校方特别征召学生集训 而大家表现也让来宾竖起大拇指 集训的一批哦 非常有智慧 又可爱 又有这个很会导览的同学们 我想是这一次的活动的特色 假热带或者是温带的 也有这些昆虫哦 那个适应的温度也不见得在热带哦 那经它解说之后才了解说 还有昆虫孩子有这么多的那个多样性啊 历经三十年收集标本 程维绍老师更亲自架构 每一个昆虫展示箱的设计 装潢 让孩子不用到野外 就能探索昆虫生态的奥妙 收获满满的同时 也希望唤起大家对生态富裕的重视 记者微停台中这么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